他們的因素 是我們交通部 我們高鐵局延誤了 他講的是說 因為你土建延誤了 還有你 你那個 變更了一百多次 那大家這樣在互相踢皮球 那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那會不會 你這樣的話 大家就在那邊互推責任 而且假如沒有把完工的日期都確定好的話 那這個不要說 你們現在先是說 那個要兩年半可以完工 那我看三年四年五年 都不知道什麼是完工 那目前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呢 是謝謝委員的這個諮詢 基本上我們覺得 完紅對外這個說法是混淆視聽 事實上那個完紅 他自己是完紅方提出一百多次 要求一些設計的變更 當然 然後我們有一些同意 我們高鐵局有一些同意 有一些沒有同意 那高鐵局主動提出來的設計變更 大概十多次 那那通常呢 在合約裡面這個變更呢 我們也會討論 然後覺得呢 的確會影響到工期呢 我們就會呢 延長他的工期 也經過這樣之後呢 我們覺得合理 所以我們讓他的工期 可以延長到今年的十月 也就是說原來的合約 事實上是 好像是去年年底嘛 就必須完工的 我們就同意延長到今年的 事實上是經過這一百多次 這個設計變更 有一些是他主動提 主要都是他主動提出來的 那我們覺得同意了之後 然後呢 同意這樣延長工期 所以等於已經把他該延長的 已經給他 已經合給他了 據王鴻講喔 王鴻說 你們目前喔 還有兩百多件啦 齁 那你們到現在都還沒有跟他們有協商啊 其實這個是激進是停工 就停在那個地方啊 等待解決啊 那這些的話都不解決的話 那你們怎麼那個 那我們其實我們委員會是有一個意見是說 那是不是也把完工找來跟你們 那大家當面來對質 那那把把整個那個責任釐清 那是不是那個部長你可以同意 是不是說 欸那那個大家來把問題釐清嘛 不然隔空喊話 各說各的 那到底到底誰是誰灰 那你這樣那你現在是被王鴻插在脖子上嘛 你也不敢把他解除和約 那那不重新招標 你也不敢這樣子做 那這樣下去的話 沒完沒了 那到底我們那個 這總統的那個 這個愛台十二項建設制衣啊 就就能夠那個 就一直延長下去的話怎麼辦呢 包括你看看 新北市也在叫 那個桃園也在叫 那桃園現在更慘 他們因為預備要接收你們 你們那個機場捷運 那個他們都成立了 成立了那個捷運局 那請了一百多人 一年要花兩億 那這個下去 那個假如這樣繼續下去 三年五載下去的話 那他們那批人 現在被顧請了這些捷運局的人 每天坐在那邊 沒事幹 等著淋薪水 那後會一年兩億下來 那幾年的話就要幾十億 那這個要交誰負擔呢 是 第一個我想關於委員說 是不是吧 讓他們找來這個當場坐下來 離清 我想在這邊說呢 過去呢 我們曾經呢 甚至找到我們一位 陳建宇常務次長呢 到日本去呢 跟日本的國土交通省的官員談 也跟日本完紅的高層來談過 我個人也曾經呢 在政務次長的任內 後來我接部長之後 馬上呢 也跟完紅的高層呢 在台灣有見過面呢 就這個事情 所以事實上坐下來當面談已經有無數多次了 那我覺得完紅是一個國際知名的商社 他一定會非常重視他的商譽 再加上聯合成懶的公司 包括日立還有川崎 所以我相信呢 這三家公司都是國際知名的公司 會很珍惜他們的商譽呢 他們我相信一定是會把它完工的 那當然這裡面的最重要的爭議呢 從他們的角度來講呢 他希望完工了以後呢 他當然會希望說 我們同意他展延到公期 合約的公期展延到他完工為止 但這樣他就不需要罰款嘛 那目前我們不同意嘛 我們只是同意到 這個今年的十月嘛 所以呢 到時候他延長的這個過程 我們一定會求償嘛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態度是这样 但至於對這個工程能夠完成呢 我想呢 我相信呢 以完紅他的商譽 我相信他應該會把它做完 那至於剛剛那個委員提到的 就是桃園捷運公司的 這個用人成本這一類的問題 以目前機場捷運的進度呢 機捷呢 事實上呢 我的了解呢 在一年多前就已經停止聘新人了 現在的一百多人 事實上已經開始在做非常多的培訓工作 非常多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已經在練習啊 各種的教育訓練 所以這一百多人 事實上我的了解呢 並沒有完全閒的 事實上已經有很多工作了 一個捷運要通車前 那個兩年到三年呢 齁 就必須開始進駐很多的人 在在在在運作了 那這個機捷的公司 桃園公司未來是預計有一千多人 所以現在他才聘一百多人 我的了解 不是啊 那這樣的話 那桃園公司他們在叫什麼 他們他們也也一直一直要說 欸那是不是由我們交通部來接管他們 不然他們的經費負擔 我可以理解那個 那個吳縣長他的這個 我也尊重吳縣長他的這個意見 那我們會 積極的來跟他協商 有沒有意思要接管呢 加通部要不要接管 我們會積極的來協助那個桃園這個縣呢 看怎麼樣來協助他們啦 那但是呢 這個裡面呢 因為 不是啊 要什麼協助嘛 最實際的協助就是 怎麼會跟他協商 就是你把錢補貼給他嘛 那你同不同意補貼給他 一年兩億 我覺得目前似乎 還是各戶一半 目前似乎沒有 還沒有這個議題 但是我覺得可以考慮的一個空間就是說 因為這樣造成他的損失 造成桃園街捷運公司的損失呢 未來我們在跟完虹求償的時候呢 我會把這個納入求償 所以把它納入求償 也就是說他們的損失的話 我們納入求償 當然 來 pay給他們好 對 那不想請教一下 我們最近交通部啊 也被那個監察院來糾正了齁 糾正說我們國道公路的建設管理基金啊 那個債務齁 就是我 因為現在的那個整個那個利率都下降了嘛 那利率下降的話 那資金成本這種下降 那你應該是要去舉薪債來還舊債嘛 來減低減低我們的一個成本嘛 那你們為什麼沒有這樣子做呢 不好為喔 還說那錢不是你們出的 所以你們不管 因為我們這個國道基金發行的公債都是所謂的移種公債 它是有固定的期限的 譬如說15年到30年 那你 他這個公債的時間就發行這樣 你不能提前輸回 不是啊 公債 公債可以提前輸回 怎麼不可以 移種公債是有個期限的 唯一呢 你想要提前輸回的方法就是經過次級市場 那次級市場呢 就是你你把他的公債轉賣給其他單位 那目前那個公債的利息呢 是等於是政府保證說多少利息 當初在在發行的時候是這樣的情況下啊 所以你到次級市場去買的時候呢 當然民眾會跟你買這些公債的時候會要求那些未來可能的預期的利息都要收到嘛 所以呢借救還薪呢 是就就原來已經發行的公債呢 目前反而是不符合成本的 並不適當 所以監察院那個報告這樣寫法呢 我們是不同意的啊 那但是呢 另外呢 我們每年呢 還是會發行公債呢 如果公債一到期了 我們就把它除回了嘛 對不對 然後發新的公債利率呢 就會大幅的下降 所以的確是跟那個跟你發行的時候是有關係的 對 那那你們就要考量嘛 因為像整個國際的期次嘛 國際的期次的話 利率都一定是往下降了嘛 所以你是你們自己在那個 發行一些公債的時候 你應該要有些彈性嘛 你不能說 哎呀 我就是發行儀種 那把它固定在那邊的話 那那 當然就就沒有一個一個伸縮的話 那反而是造成 那我們是所謂的自償基金 照規定只能發行儀種公債 所以它就是固定的那個期限 那再請教一下 現在現在那個 我們也請 請那個港務公司的那個蕭總事長 現在前排都在封那個黃色小鴨啦 那那個基隆啊 基隆也有 也有 也有 也有那個欲要爭取啦 因為 應該是以基隆港的話 它的 整個整個的那個環境的話 比較適合啦 那你現在要假如基隆爭取到的話 那那個黃色小鴨 它順利來到基隆的時候 那順利會有上萬的遊客會涌到基隆去遊玩嘛 那交通上會出現很大的一些問題嘛 譬如我們你那些什麼那些游輪啊 什麼立新游輪啊 保皮新游輪啊 這些游輪都會大量會舉到基隆港來 那再來還有還有我們基隆港那個港西另外的道路也還沒有完工啦 那請問我們交通部或我們港務公司對這方面 你有沒有做準備 假如說真的是黃色小鴨來到我們基隆港 那你一些其他的配套都沒有的話 那是不是又造成一大的迷業呢 那你們目前有沒有做一些規劃呢 我先跟委員報告那個黃色小鴨啦 這應該變大鴨啦 那這個我們已經跟那個富爾曼聯絡上啦 那個設計者本人我們有跟他聯絡上 那麼大概目前有三百多個跟他申請啦 那我們會來嗎 台灣呢台灣是反而是TIPC我們港務公司第一個跟他提到這件事啦 但是報紙上有登大概基隆市政府高雄市政府也都有在進行啦 那我也在側面了解這件事啦 那目前呢他呢已經回應我們就是在補充相關背景資料以及你防射小鴨放下去的話 你整個你整個印尼的等於包括剛才委員所提的這些事項啦 那我想我們會跟地方政府去 不是啊你你你你認為啦以你目前申請的一個判斷 他有沒有可能到我們的基隆或者到我們高雄 有沒有可能到基隆來 因為他第一階段齁 等於現在我跟他聯絡上 他呢要再補充資料然後他再做評估評估以後再會進行第二階段 那你有沒有信息嘛 你有沒有信息嘛 當然我們要申請的話我會積極去爭取啊 那我們當然希望喔希望能夠爭取到嘛齁 那可是你爭取到的話就我剛提到的相關的那個措施 比如說你現在很大量的郵輪都會來我們的基隆港 還有我們那些連外道路齁 你現在那個那個基隆港的港西連外道路還沒有完工嘛 那你講有大陸大部分的郵客湧進來的話 那到基隆的時候那你那個道路到時候造成那個交通用賽 那又又弄了天無人宴 那不是更得不喪失嗎 因為你知道基隆的他整個的對外的聯絡一些道路啊都還蠻蠻蠻那個 都很平常都已經很很很用賽了 那那你在大量的郵客湧進來說那會變成怎樣呢 有沒有評估過 當然假如在基隆最適當的地點就是說海洋廣場的外面 對 齁 那麼市政府好像也朝這樣啦 那我想我們會跟當地政府包括交通的維持齁會去做 那麼港口本身來講齁 郵輪碼頭我們現在已經朝內客外後 換句話說我們內港都已經變成客運的港口 外港才是後運的港口齁 所以我們已經朝這個目標在做了 那我們目前來講郵輪康的話 他一次可以容納多大嗎 就他的那個 他的吞吐量就他容納了 你假如大量湧進來的話 那你有沒有估算最高的人潮的時候多少 那會最後郵輪來了有多少 那從各地交通各路應人 那有沒有做這個評估嗎 這我想我們會去評估啦 你不是說你喜歡去評估 你要去申請之前你就要做評估啊 那你去評估 謝謝委員提醒 我會好好去評估這個 對不對 這個你本來你就要評估了啊 這個講實在啦 我跟你講 我們政府現在每次 喔一個東西都做得理想很好 那麼到最後還給人家罵了半死 你知道吧 我希望你能夠為你籌謀啦 謝謝委員啊 這個題目我大概只有上個禮拜五 才開始想這件事啊 OK 那就很抱歉 那你才開始想 那你就去申請了 但是我們馬上 我們動作很快 因為我們現在有郵輪小組的成員 馬上就 好我們希望你好好評估啊 你不要到時候 又本來好事一裝 又被人家罵了半死